下面我们可以在虚拟机上面去搭建一个web服务器 来测试一下配置好的网络 在启动虚拟机以后 我们可以在ssh到这个虚拟机输入vagrant ssh 然后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个web服务器 那么你可以参考宁豪网的相关课程 去配置一个你想要的web服务器 这里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个APA级的服务器 输入sudo yum install httpd 安装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再去安装一下web这个编辑器 输入sudo yum install wim 安装好以后我们再用wim这个编辑器 去编辑一下APA级的一个配置的文件 输入sudo yum写线etc写线httpd写线conf写线httpd.conf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浏览到这个文件的底部 我们可以按一下打写的g键 然后在这里面去配置一下 APA级的一个虚拟主机的一个功能 按一下小爱级的可以进入到这个编辑模式 在这个虚拟机与项目共享的目录里面 我们之前创建了一个叫做3w这样的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这个虚拟机的一个根目录 在这个目录里面我们之前已经创建了一个叫做index.html这样的一个文件 配置好以后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按一下esc 然后再输入冒号wq 再按一下回车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根目录下面的wagrant 这个目录里面的3w这个目录下面的index.html 然后我们可以去启动一下这个httpd这个服务 输入sudo-service-httpd-start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配置好了网络 这里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虚拟机的IP地址 输入ifconfig 现在用这个IP地址我们就可以访问到在这个虚拟机上面搭建的这个web服务器了 我们可以打开在本地电脑上面的一个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个虚拟机的IP地址 这里显示的应该就是在根目录下面的wagrant里面的3w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因为跟目录下面的wagrant跟我们的电脑上面的项目的目录是同步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本地去开发这个项目 然后通过在虚拟机上面配置好的环境去运行这个项目